新加坡金管局就银行家不当行为对瑞信处以罚款 新加坡对瑞信处以390万新元罚款 因该行未能阻止或发现客户经理在新加坡的不当行为 新加坡金管局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明年大幅涨新京东盘前涨近4% 格隆会12月28日港股京东今日收涨5% 带动京东盘前涨3.7% 报28.78美元 消息上京东集团27日宣布 2024年1月1日起京东采销等一线业务人员的年固定薪酬大幅上涨 美股中概股盘前集体上涨 哔哩哔哩涨超4% 格隆会12月28日优品车涨超12% 哔哩哔哩涨超4% 京东 乐信 小牛电动 京科能源 富途涨超3% 网易 好未来 物心科技 携程 百度 贝壳 小鹏汽车 微博涨超2% 智力矿业化工盘前张超7% 与智力国家同业公司达成理矿开采协议 格隆会12月28日智力矿业化工周三宣布达成理矿开采合作协议 三倍做多付时中国ETF YINN US盘前涨近7% 三倍做多付时中国ETF YINN US盘前涨近7% 二倍做多护身中国互联网股票 CWEB US盘前涨超5% 中国成人教育机构服务商客标科技赋美上市拟筹资1000万美元 为中国成人教育机构提供支持服务的客标科技有限公司的实质控股 股东GED Limited公开披露招股书 印度共同基金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散户投资热潮推动资管规模创记录增长 印度共同基金行业过去一年实现了数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资产管理规模创记录增长 新增投资账户超2000万 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被莱德计划回归 智能充电赴美IPO或中国证监会备案通知书你在纳斯达克上市 10月27日 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发布关于XCHG Limited 智能充电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 你发行不超过12.3亿股普通股并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 美银证券 2024年的九大黑天鹅 长家率展望2024年美银证券分析师本杰明认为市场仍面临九大下行风险 包括通胀卷土重来 对经济过度乐观的预期 高利率冲击的滞后性 垃圾债券到期潮 木头姐旗下EDF大规模调整比特币相关资产持仓 木头姐Cathywood旗下一个EDF对其持有的比特币相关资产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Ark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ETF在周三出售了其剩余的225万股挥度比特币信托 2023年金价跌创新高2024年贵金属股投资价值几何 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升级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 今年现货黄金价格持续上冲 一度突破2100美元 在市场不确定性和货币贬值期间 实物黄金通常能起到保值的作用 2024年美股生物科技板块有望崛起 不妨跟着木头姐关注这两只潜在大牛股 自2019年以来 主题ETF投资模式备受全球投资者青睐 这场投资运动的发起核心是Ark Invest 这是一家专注于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领域的知名投资机构 美国发起海上联合联盟 但多数盟友不愿在红海派特遣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通过组建一支新的海上部队 对野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的行为做出坚定的国际回应 但在这支部队成立一周后 许多盟国都不愿公开或根本不愿与之有联系 木头解清仓 灰度比特币信托 凯倩武德 欧股开盘上涨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28% 德国DEX30指数涨0.21%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19% 法国CAC40指数涨0.22%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28% 韦德布什上调 微软目标价至450美元 微软与OpenAI的合作将这家软件巨头推向了人工智能革命的前沿 而这场革命正在变得根深蒂固 韦德布什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丹艾夫斯表示 在2023年的强劲表现之后 挪威最大养老基金将沙特阿美等12家公司踢出投资组合 管理资产达700亿美元的挪威最大养老基金KLP周四表示 将避免投资沙特阿美和海湾地区的其他10亿家公司 并在对其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后出售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资产 不敢上车了 美光科技涨势或许还有下一场 智通财经注意到 美光科技MUUS的股价表现明显好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该公司过去一年上涨了近77% 另看跌者大为震惊 最近一篇看空的文章指出 美光尚未走出低迷 标普 美国银行净利息差承压即便美联储降息明年前也难见好转 由于资金成本上升 美国银行的净利息差受到压缩 对此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周三表示 即便美联储降息这些银行也不太可能在2024年底之前看到缓解 日本央行为加息放风 4月份最有可能首加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继续为该国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做准备 他发表了又一轮言论 进一步为明年春季加息提供了理由 同时不排除1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较小的选择 美国银行业年度最佳是他 摩根大通包揽了行业总利润的近20% 财联社12月28日讯在较为动荡的2023年中 摩根大通在前9个月攫取了美国银行业总利润的近5分之一 在美国金融业中变得更加占据主导地位 大摩投资者情绪已经逆转美股有望继续向上突破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市场的剧烈波动之后 目前标普500指数几乎回到了2021年初的水平 但摩根市单力投资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英国经济明年料可避免应酌路苏纳克举行大选的最好机会或在夏天 英国经济可能会在2024年避免衰退并在下半年走强 消费者将受益于通胀下降 而持续已久的生活成本危机也将得到缓解 总体来看 接受调查的52位经济学家认为 日本央行减少购债操作加剧政策转向猜测 日本央行调整购债操作之举 引发关于该行正着手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更多猜测 该行周三出人意料地宣布 将减少购买10年期以上国债的频率 Meta首席科学家炮轰OpenAI已沦为微软的合同研究机构 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杨利坤最近对萨姆奥特曼领导的OpenAI 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其为微软的合同研究机构 韩国僵尸企业随利率上升激增上半年占比跃升至44.8% 创新高 追溯历史超十年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韩国僵尸企业比例跃升至创记录水平 主要由于利率不断上行促使越来越多企业超过其偿债关键指标 强生旗下Janson与韩国Legocam签署17亿美元许可协议 强生旗下的Janson Biotech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17亿美元的许可协议 以开发和商业化韩国Legocam Biosciences公司的候选药物LCB84 强生旗下Janson与韩国Legocam签署17亿美元许可协议 强生J&J US旗下的Janson Biotech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17亿美元的许可协议 以开发和商业化韩国Legocam Biosciences公司的候选药物LCB84 外媒暗示特斯拉机器人造反 马斯克 媒体实在无耻 马斯克被海外媒体惹火了 周三 特斯拉 植田河南亮相NHK 不排除1月加息 植田河南亮相NHK 不排除1月加息 华尔街见闻植田河南又给加息预期添了把火 即使没有获得中小企业春季工资谈判的全部结果 也可能做出一些决定 知名经济学家 美国明年将陷入衰退 高通胀将卷土重来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西夫最近表达了他对2024年经济的担忧 他预测美联储恢复物价稳定的努力将会适得其反 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高通胀卷土重来 债市大反弹 全球债券11、12月表现有望成史上最佳 由于交易员对各大央行明年将降息的预期升温 全球债券市场在过去两个月的涨幅有望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 追踪全球政府和企业债回报率的 Bloomberg全球综合债 马斯克重申 特斯拉是AI机器人公司 马斯克周三重申 特斯拉是一家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公司 而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 电动汽车分析师索耶·梅里特分享了 Roth Capital分析师克雷格·欧文 奥门旅游局圣诞假期访澳旅客超45.6万人次更胜一钱 12月27日 澳门旅游局发文称 根据临时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末圣诞假期四天期间共超过45.6万旅客人次访澳 日均约11.4万旅客人次访澳 较2019年同期上升1 普赖市预计2024年日本经济增长强劲通胀 可持续改善 近日 普赖市国际经济学家 Edish Kumar分享对日本经济展望 2024年日本前景亮丽 预计经济将强劲增长 并有迹象显示通胀将可持续改善 埃及农产品供应商MFI签署3亿美元合同 建立中东最大食品工业综合体 财联社12月28日讯 埃及农业食品供应商MFI 与几家专攻农业食品工业技术的国际名企达成了合作 旨在建立中东最大的食品工业综合体 这几张图告诉你 当前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处境究竟如何 财联社12月28日讯今年 电动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增长正面临瓶颈 几乎整个行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旨在促进电动车型销售的严格尾气排放新规的刺激下 俄罗斯2024年化肥产量增长预计在10%以内 据俄罗斯Interfax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可能在2024年将化肥产量提高10% 并增加出口量 俄罗斯化肥制造商协会主席安德烈古里耶夫表示 美联储转变态度及其影响 美联储转变态度及其影响 桥水中国如果经济增长率上升 美联储的宽松力度不及预期 则有利于股票而不利于债券 如果通胀率上升 则对两者都不利 直田河南在谈政策前景为日本央行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做铺垫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继续为200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做铺垫 他在又一番讲话中进一步强化了春季行动的前景 为排除可能性较低的1月加息选项 亚市五盘 亚洲股市上涨市场压住美联储降息 亚洲股市和债市追随美股走高 投资者为预期中的美联储明年降息做准备 民主党众议员敦促美联储立刻降息 否则特朗普将回归 来自金时数据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 R.O.K.N.O.州三敦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在就降息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前总统特朗普的回归 别为FET降息高兴太早 会谕警告欧美企业违约朝高峰还没到来 财联社12月28日讯在今年12月美联储暂停加息后 市场已经普遍对明年央行利率前景持乐观态度 华尔街多数人压住美联储明年将步入降息周期 油价维持跌势因有迹象显示原油库存进一步增加 油价起稳 此前创下两周最大跌幅 因迹象显示美国库存增加以及技术指标疲软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维持在每桶74美元上方 周三下跌1.9% 芯片行业金丝雀报喜 韩国11月半导体产销数量飙升 在芯片产品需求继续大幅反弹的推动下 被市场视为全球经济金丝雀的韩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韩国半导体行业的产量和出货量均录得多年来最大增幅 比特币之火重燃 MicroStrategy MSTRUS 豪置价6.2亿美元扫货 软件公司MicroStrategy 该公司已购入价值约6 苹果手表在美销售禁令生效一天后被法院叫停 赢得两周喘息期 美国上诉法院要求暂停实施对苹果公司最新款智能手表的销售禁令 当地时间12月27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苹果手表 Apple 全球军工巨头大发战争财 积压订单额创下记录新高 财联社12月28日迅近两年来 随着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接连爆发 全球地缘局势风险不断提高 全球大型军工企业的订单量大幅增加 马斯克辟谣特斯拉机器人袭击工程师 两年前库卡机械臂事故误导可耻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公开回应了外媒 关于特斯拉机器人袭击工程师的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6日 英国每日邮报发布文章称 在特斯拉位于奥斯汀附近的 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 LBMA 伦敦黄金基准价格突破历史新高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表示 在周三下午的拍卖中 伦敦黄金基准价格创下 每盎司2069.40美元的历史新高 超过了2020年8月创下的 每盎司2067.15美元的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曲奇トời上